耗资1000亿欧元的巨兽 详解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在法德峰会宣布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近六年之后 终于站在了起跑线设 2022年底 空运达索飞机制造公司 和欧洲军用发动机团队 总算是有了研究和设计 飞行演示器的预期合同 这些演示器才是欧洲未来 空中作战系统 而不只是六代机 准确来说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是集成了多个子系统的系统 目前的合同就是研究其中子系统 合同持续时间36个月 第一笔资金就达到了32亿欧元 而且还只是验证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概念和技术 实现新一代战斗机的首次飞行 还有人工智能和极光武器 以及连接地面 飞机 卫星 以及海军的战斗云 总之 鉴于该计划的规模 专家估计总预算接近1000亿欧元 所以只能在欧洲层面设想 这也是欧洲研制军用武器的惯例 多国合作 有了成果 一起用 比如台风 以及它的发动机 EJ-200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四国 一起出现出技术 还有欧洲导弹集团 同样的道理 而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计划 目前有三个组员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法国秉承着当欧洲老大的心思 在2017年启动合作 西班牙则是在2019年加入小团队 三家一人几百亿欧元 完全可以接受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分工还算明确 法国研发战机的经验比较多 所以达索 空客 以及西班牙 英德拉 负责该计划 及其总体架构 达索是新一代飞机的主乘包商 空客担任副手 法国塞丰和德国安特优 以及西班牙的涡轮推进器工业 负责发动机 空客 派雷兹 英德拉 负责战斗云 无人机 还是以空客为主 顺带加上欧洲导弹集团 和西班牙的SAT NOS 当然 就算是分工了 现阶段的目的 只是研究 设计 然后2026年到2028年 制造第一批飞行演示器 2030年完成项目的开发 2040年首次交付 先研制一大堆验证机 验证新技术 再拿出原型机 美军战机 之前有个百系列战斗机模式 就是快速推出多个机型 比如F-100 F-102 F-104 F-105 F-106 每一个机型 只是为了验证某项技术 在单个性能上做到极致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把下一代战斗机 能用的技术摸一遍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跟这个差不多 不断综合 阶段性成果的 并行开发模式 其中最关键的 就是战斗云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走的路子 是有人无人编队 也就是火力军 常说的中程调机 这个算是六代机 公认的模式了 毕竟 现在的先进远程雷达 低空导弹 以及由战机组成的 综合防空系统 都是战机杀手 依靠有人电子战机 掩护有人战机突防的 传统战法 已经过时了 有人战机在敌区外 遥控无人战机 组成突击群 才是王道 美国NJAD项目 英日的暴风 法德西的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都是有人战机 带无人机 只是一几非简单 难的是 如何在战场上 协同作战 法德西的想法 是通过战斗云 调动所有的空中 海上 陆地和太空能力 而不单单是战斗机 与无人机互联 这个难度 不比研制BR简单 别的不说 就单说 这个有人机 与无人机互联 无人机在软件的协调下 自主执行任务 这就需要人工智能 以及人机界面的协助 更别说 沟通卫星地面了 当然 难度高 也就意味着性能好 这些无人机 都是有人战机的翅膀 在高危险作战中 具备自主功能 扮演突防的角色 承担发现 摧毁目标的任务 而有人战机 在对方的防空火力之外 进行指挥控制 避免遭受敌方打击 这种协同软件 也能用在运输机 加油机 阵风 台风 和F35之类的战斗机 更重要的是 这个平台还包括了卫星 直接把战场态势 感知能力拉满 在战时 天机情报 监视和侦察卫星 可以快速地将战况 以及目标的方位 传递给几方战机 然后迅速做出战术布局 现代战争 打的就是情报战 空战更是如此 先敌发现 就等于说赢了一半 剩下的那一半 就看战机的作战性能了 而且 法德西对于自家的六代机 也有想法 软件负责调兵潜将 天机卫星负责情报 而战机负责打击 欧洲导弹公司计划 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 也就是NJF 打造一批新武器 比如隐身的空地导弹 自卫性空空导弹 空射无人机 隐身战机 加上隐身导弹 敌方的预警系统基本上就是摆设 在看不到导弹和飞机的情况下 自家的指挥中心就爆炸了 自卫性空空导弹 则是跟反导系统差不多 使用多种制导方式 射程更远 敌方的飞机或者导弹刚过来 就能摧毁目标 防御性能超一流 空射无人机就好理解了 战机上战场之前带俩无人机 抵达作战区域之后 释放随身携带的无人机 来阻拦空中的威胁 或者收集对方的防空系统的情报 不得不说 单单看法德西宣传的内容 性能好到爆炸 脚踩速武器全打F35 只是能不能研制出来是个问题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细分以下 有七个领域 战机 发动机 无人机 作战云 仿真 以及传感 法国拥有独立研发战斗机的经验 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发 德国则负责无人机和作战云解决方案 后加入的西班牙则负责船干等领域 在战机方面 法国已经有了一个模型 达索发挥了自家的优势三角翼 并且取消了水平尾翼和压翼 减轻结构的重量 跟美国F35的设计类似 这点无可厚非 现在的隐身战机的外形 设计上基本都差不多 摸着美国研究就行 只是没了压抑 就需要考虑矢量发动机了 关于战机的发动机 法德西目前的计划 是从阵风上的M88入手 将它改为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测试去年就已经开始了 塞丰集团大约在2025年 完成M88发动机改型 并在2027年制造出发动机验证机 2031年之前 完成发动机的设计 组装和鉴定试验 然后再开始飞机原型机的飞行试验 至于无人机 神经元就行 欧洲能拿得出手的无人机 也就这一个了 六国研制 隐身设计 侦查 监视 攻击一体 2015年的时候 阵风与神经元就来了一场 协同编队试验 至于结果没有公布 但是在法国的媒体中 有一个比喻很不错 阵风战机遥控神经元 无人机编队飞行的过程 跟在红色警戒等战略游戏中 指挥坦克等AI作战单位的 感觉差不多 就凭这个描述 神经元配合六代机 完全没问题 至于作战云 仿真 以及传感 不好说 软件是最难的 毕竟整个系统需要与地面 现有飞机 卫星 以及海军平台沟通 里面有突防性的技术 比如人机界面 人工智能 和激光武器 这需要大功夫 而且开发模式 是不断综合阶段性成果 法德西也没报道 现在进行哪一个阶段了 火力军也不知道 估计还是初期设计阶段 搭建战斗云 所需要的5G通信技术 也可能会影响发展 假如俄罗斯的六代机 走到了法德前面 其他国家也可能 等不到作战云 然后接受美国的 下一代战斗机 当然 这种可能性很小 就俄罗斯目前的情况 量产苏武器都不行 更别说六代机了 不过 如果问能不能成功 答案是肯定的 但性能是否跟宣传的一样 不好说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是法德西三国合作 技术有 但意见不同 对德国来说 下一代战机是陆战猛虎 而法国则把它看成 一艘航空母舰的 未来舰载机 法国总统早就宣布 他将开始实际执行 开发新的航空母舰计划 该航母应以 第六代战斗机为基础 这不就有意见了 有分歧 速度就慢了下来 出点意外 也不是不可能 要是加上英国 火力军感觉有戏 英国提供发动机技术 法国负责气动布局和结构 德国西班牙 负责其他事项 简直完美 法国和英国虽然不对付 很多事情 也整不到一个湖底 小的像为了打鱼的事 每年例行朝上一架 大的就比如研制战斗机 早前台风研制的时候 本来法国也有份 但最后还是单独 弄了一个阵风 但是二者在很多方面 有着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而且技术互补 法国的国防政策 代表着技术水平 很少受制于人 真正的困难点 在于研发经费 不过 这次有人分担 钱已经不需要担心了 弱势也就发动机 刚好 英国有航发巨头罗罗 与美国通用电器齐名 值得一提的是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最开始的时候 英国也有份 但是英国退出欧盟之后 也退出了六代机小队 然后意大利和瑞典 研制暴风 后来加了一个日本 暴风和FX合并 如果问二者 谁更有戏 火力军肯定 是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这边 毕竟本期视频的主角法德西 主场优势拉满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法德西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能成功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